世界耗能耗 能源消耗最大的一個國家 已經超越美國了 那麼印度已經變成第三了 也上升上來了 所以中國一直在努力進行節能減碳這個動作 那麼根據他們十一五規劃 他們減這個平均每單位 國民生產總值所消耗能量要減少20% 一直到去年他們已經減了14%多 大概還有5%多的努力空間 所以節能減碳這相關的內功能 日後還是他們的投資重點 那麼這裡面還可以特別提一下新醫藥這個部分 新醫藥非常重要在未來幾年還是會非常重要 原因在於說 中國目前65歲以上的老人佔整個中國燈口結構 大概是95% 每5年會增加3% 每一年會有400萬賣入老人佔 所以你可以可想像得到這個產業 它的未來的重要性 最近有一張股票特別提一下 叫做海富 海富瑞 謝謝 那麼這張股票呢 為什麼要特別提呢 因為它破了中國A股 有史以來最高的上市價格 148塊人民幣 為什麼它的價格會這麼高呢 因為去年這家公司呢 它的營業額是22億人民幣 但是它賺了8億人民幣 22億人民幣 又賺了8億 那各位很興奮 到底在賣什麼 它賣了一個 這個叫做 這個 這個什麼 鋪 對 豬場裡面是提納的 提納一個原物料 是專門用來去治那個 心血管栓的 相關疾病的一個 它是從豬裡面提煉出來的原料 那麼這個 你要知道說 中國每一年所砍的 這個宰殺的豬汁啊 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所以它原料是供應原料不斷 原料不斷 所以造成這家公司呢 它的這個 這個 營業額大增 然後呢 非常賺錢 另外我們特別提一下 在這裡面的另一個 資訊產業 這件產業裡面 我特別提一下這個互聯網 這個這個名字 對台灣人 台灣人的投資人來講 可能是比較陌生一點 那麼這個名字 這個簡單來講呢 它就是 利用一些 設定的識別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RFID呢 或者是這個 那個 二條碼 或者是一些感應器 去放在 實體上面 比如說橋樑啊 鐵路啊 或者是這個 血管啊 或是電錶上面 把這些東西呢 通過網際網路呢 把它聯繫幾個 達到兩種效果 第一種效果呢 人可以利用這些網際網路呢 去控制這些實體 第二種效果呢 可以讓這些實體呢 彼此先對話 彼此先對話 那麼這樣子來做的話呢 我們舉一個最好的 實際的例子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最近很夯的 叫做智能電網 智能電網呢 基本上 它可以用到 把這家裡的這電錶呢 耗多少電 基本上電力公司 馬上就能夠知道 而且電力公司 也能夠利用 這樣的裝置呢 知道說 要把它這個多餘的電 往哪個地方去放 那麼這些產業呢 將來呢 都是這個 中國政府呢 要大力扶持的一個新產業 那麼第二個新呢 我們特別提一下 就是在這三個重點 新的消費模式 新的城鎮規要 跟新的區域經濟的部分 那麼這三個新的 會來自於 最近呢 大陸呢 正在大力建設的高速鐵路網 那麼這高速鐵路網呢 它有 會加速兩個作用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進行 一個就是大陸的城市化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挖掘所謂的 第二次的努力 很像後面會提 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中國的高速鐵路網 那各位看到呢 這個四橫四重 客運專線 這個規劃網 是四條大陸目前 規格最高的高速鐵路 那麼大陸高速鐵路呢 可以分了好幾層 好幾級 那麼第一級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幾條線 它的營運的平均時數 是300公里以上 那麼這四條線呢 四條縱線呢 第一條縱線呢 你可以看到 是從哈爾濱到北京 那麼第二條是北京到廣州 那麼第三條是北京到上海 第四條是從杭州連到深圳 透過經過福州連到深圳 這是四條縱線 那麼四條橫線呢 分別是你可以看到 從上海經過長沙連到昆明 從上海經過武漢連到成都 另外一條是從徐州連到南州 還有一條是從青島連到太陽 那麼這四條線呢 預估呢 是在2000年之前完成 那事實上有幾條線路已經完成了 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這個去年 12月完工的武漢到廣州 武漢到廣州 還有預估今年要完工 最近完工的福州下面這一段 還有今年預估完工的北京到上海這一段 今天要上海這一段 好 那麼蓋這些鐵路呢 到底對中國今年來講 有什麼樣的意義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東西呢 跟人口紅利 第二次的人口紅利 非常有密集的關係 我們講呢 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到 右邊那個圖呢 是 所謂人口紅利 指的是 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 佔整個總人口結構這個比重呢 如果越高 那麼 扶養比越低的話 表示這國家是享有人口紅利的 就好比現在的中國 這是聯合國的數據 他估計 中國今年 15歲到65歲 60歲時間的勞動人口比 佔整個總人口呢 是70.9% 那麼 那麼 撫養比是2.43 就是說 每2.43個人呢 撫養一個老人 或是一個年輕小孩 那麼 聯合國的預估呢 是 從今年開始 2011年之後 這個人口紅利呢 中國部分就會逐漸往下掉 中國部分就會逐漸往下掉 那麼 日本 你可以看到日本部分呢 是在1970年的時候 它的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但是整個日本的經濟泡目破綿 是隔20年之後在1990年 換句話講 能夠紅利開始下降之後 並不代表整個經濟 就開始增長收入開始大幅減緩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樣想辦法 去挖掘第2次的人口紅利 因為這些人他有高度的儲蓄力 這樣也意味著他有高度的消費力 那麼一個辦法就是讓這些人 往城市裡面去居住 其實整個過去幾年 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是說明這些人口紅利 但是這些人口紅利該有的好處 並沒有好好的釋放出來 原因在於說 為中國做最大的經濟貢獻 都是這些農工 農工就像候鳥一樣 有工作的時候 從年利城市到英海城市 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回到城市裡面 回到年利裡面去 可是他們在城市是沒有戶籍的 沒有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樣的福利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在城市 進行像城市居民一樣的高度消費 那麼利用高速鐵路建構 可以加速大陸內地的城市化的進行 目前大陸居住在城市裡面 人口占整個總統的比重 去年是46% 預估今年是來到47% 那麼這個上海交通大學的估計 15年後就是2025年的時候 城市化這個比重會上升到59% 59% 那麼這個城市化的加速上升 對中國經營來講有什麼樣的意義 你可以看到右邊那個表格 韓國過去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韓國在1975年的時候 城市化是48% 到了1985年的時候 上升到65%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對於這些必需品 食物跟飲料的部分 它的需求量是下降的 但是同時它對水電營氣 對居住設備 對醫療保健 對交通 對通信 對文教 娛樂 對教育部分 它的費用支出都是大幅增加的 大幅增加的 換句話講 城市化有助於 讓這些 本來在沿海工作的這個農民 它就留在內地工作 不需要再奔波了 而且它享有城市化 而這些城市居民 應該有了福利跟待遇之後 它就會努力去消費 增進它自己的享受 好 那麼這個是 我對這個 未來如果要投資中國的話 幾個看法 基本上就是一個心智 隨著這個高速鐵路的一個興建 可以有效的出發給中國的 低似人口力 然後呢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 基本上還是要靠面虛的成長 還是要靠面虛的成長 那麼如何參與中國經濟的股市